7月17日 在爱荷华州西德梅因市 罗恩·皮尔逊中心的家庭领袖峰会现场 苏珊·蓬佩奥这样介绍自己的丈夫 国务卿迈克·蓬佩奥 苏珊认为 蓬佩奥从军人 商人 成为国会议员 钟情局长 到现在出任川普内阁的首席外交官 一路走来都是神的安排 蓬佩奥表示 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所有美国公民的安全 他领导的国务院奉行的外交政策 以国家安全 宗教自由和生命权为重 蓬佩奥指出 共产中国正在颠覆全球自由 川普政府已经开始用行动反制 蓬佩奥表示 要不断向公众说明此次危机全球的瘟疫来源 以及中共掩盖病毒的真相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 蓬佩奥主席的文革